股盘 美股继续走低 那只跌于280点 北京时间15日凌晨 美股周二五盘走低 科技股跌幅领先 那只下跌于280点 美联储从今天开始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在等待美联储今年最后一次会议的同时 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担忧 打击了市场情绪 根据周一晚些时候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一组财务文件 马斯克又减持了934 091股特斯拉 套现约9.065亿美元 汽车制造商福特股价走低 此前有消息称 丰田将在2030年之前 向电动汽车行业投资350亿美元 进军福特试图确立自己领导地位的领域 辉瑞股价走高 此前该公司的新冠药物最终试验报告称 与安慰剂相比 其药物使高危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人数 降低了89% 美联储从周二开始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周三发布政策声明 其中可能包含对经济 通胀和利率的季度预测 他说 美联储最好提早加息一座储备 这样 当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长下降来临时 你就有了可以与之对抗的一些弹药 美国劳工部周二报告称 1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上涨 这是困扰经济的通胀压力 仍然存在的最新迹象 市场预期值分别为0.4%和7.2% 这意味着核心PPI环比增幅超预期 但同比涨幅略低于预期 许多企业已经通过涨价成功 将这些增加的成本转价给了客户 最新PPI报告预示 未来几个月消费物价将进一步上涨 将磨 full预期 许多企业